第十一章 第十五节 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 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吹空 而事实上在我八四年和八六年两次的突破 让我有生之年 我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神很欣赏我们求救 很欣赏我们为了尊重我们自己的信仰 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使我们从困境当中 不单止出来 并且在困境当中成长 你会看到每个小孩的成长是困境来的 但这个困境如果我们解决得到 这个成长是很美好的 不单止建立了他能够适应社会 适应他自己长大的责任和生活 并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关系成长了 一个小孩因为这样而知道原来自己经历了很多这些复杂的东西 父母也经历过的 父母在这方面是懂得这些问题 真的可以教到自己的 他长大的时候会尊重父母的 一次又一次的转变当中 他懂得借助父母 就像玩过CLC的一个前辈 帮助他能够过到LV1、LV2 而不会说我自己过LV1、LV2 所以你有什么能力 你不知道我遇到多大的困难 在LV1、LV2 遇到多痛苦、多吃力、多彷徨 你怎会知道我当时的苦恕 你完全不了解我 你知道吗? 逢然说这些说话 很明显是傻的 只要他真的懂得不知下问 他懂得演绎自己的问题 去找答案的话 他发觉他这个问题 周外都是答案 当然现在有Google 你随时有很多问题 打上去的时候 你突然发觉自己原来很孤陋 你开始可能发现 以为一个新发明 用这个方法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但原来在网上 有多少专家已经懂得这些问题呢? 我们人生都是 神要我们在信仰上面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向前看 使我们能够成长 使我们能够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有很多人已经绕的圈 我们不用再绕的圈 有很多人已经从迷宫里面出来 我们不用再进去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像个小孩子的话 我们无论是成长过程也好 或者将来成为领袖也好 无论那个是多超频 多高速的话 我们都会跟上 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当时 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但是花利畅人就错失了 今时今日的基督徒就错失了 顶姊妹 究竟这件事是多重要呢? 重要得就是你不是小孩子 你不用指以进天国 我再说一次 重要到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不是小孩子 你不用指以进天国 为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历代历世以来 到今时今日 就是自古至今 就是由主耶稣基督时代的 法利赛人 到今时今日的基督教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你不要说消化得到 为什么要像小孩子那样 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天国领袖 出来去接受神的呼召 在这个时代当中 去呼唤一些人一起的同心 他们没有理解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们一直对整个信仰 神对整个信仰的描绘 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其实当我们看新药的时候 我们知道新药教会的标准非常高 我们知道神对新药的基督徒的要求 是非常高 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们 完全不尝试去理解圣经 所以他们不知道是高到什么程度 怎么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实信仰是高到什么程度 其实如果我问你 你想不想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告诉你信仰是高到什么程度 而事实上我想给你知道 就是因为高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们才要有小孩子的心 我们才能够像一辆飞机 我们由一个初初建构出来 会飞的一个飞行机器 变成慢慢的 可以超过阴障的一个机器 由头到尾我们都要在我们的信仰架构当中 在我们展示上腾之前 我们要不断地去改进 直至我们能够追上神的超频 追上神的时代步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没有想清楚 在旧约当中 究竟神用什么去对比信仰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在旧约当中 神对比信仰的所有的线索 是否在圣殿和回望里面说完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的 因为你不可能推翻这件事 因为新约的时候 很多地方 我们说的节旗 我们说的约翰福音 主耶稣围绕着节旗 一路去做活剧 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一生当中 所做的神迹奇事 原来是跟着所有节旗 一步一步 你慢慢理解到去到新约的时候 甚至是保罗去对比回望 对比回望 对比圣殿 圣殿的家师 祭物等 全都对比我们的信仰 是吧 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是理解了一个对比 我们没有理解过 究竟整件事 神想说什么事 给我们听 什么是真正信仰的要求 其实信仰的要求 就是回望和他的节旗 一直在说的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 除了这一个对比 没有其他比他更加详细的活剧 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用1500年去守这些节旗 每年都一年三次上去守节旗 我们有上行诗篇 我们有圣经里面说很多 旧约的这些节旗 讲到这些不同的节日 对不对 并且在圣经里面称为耶和华的节旗 而实际上 神最厌惑的以色列人 就是在念密基第23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理晓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要宣布为圣会的节旗 但是到最后 你知不知道在旧约其他书卷里面说 神所厌惑就是什么 明明是耶和华的节旗 变成是以色列人的节旗 你们的节旗 你们的齿界 你们的祭物 你们所定的月秀 这些安息日 是神所征户的 所以为什么在二塞书第一章 第13节讲 你们不要再欠虚佛的国物 香槟是我所征户的月秀 和安息日 宣召大会也是我所征户 作罪业右手严宿会 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秀和节旗 我心里恨惚 我都以为麻烦 原因就是这群人做了什么 节旗明明是来自神的 是神定的 但是慢慢已经变成 标准降低 公物变成虚佛的公物 如果我们看二塞书就看到 他现在有疾病 一边就说爱主 但另一边就是犯罪 成为神所征户 所以神说 你们的节旗 你们不要再受了 你们不要再搞这些事情 你们不要犯我了 究竟里面神想说些什么 我相信有点令你意想不到 这个亦是当时法利财人所犯 而历代历世以来 很多基督都所犯 就是神一直在说 耶和华的节旗 变成人类的节旗 那有什么分别呢 那你有没有留意 耶和华的节旗是什么呢 耶和华的节旗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神的时间表 就是在主耶稣来之前 就是神定的律法 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余节的羔羊 去接受新约教会 接受五秦节 接受五秦节 接着是吹角节 其实这个时代当中 你要看到什么是神所定的信仰 节旗都说了 原来节旗一直是定 神所说的信仰标准 就是你一定要跟到神的时代步伐 或者你会问 能不能跟到神时代步伐 难道没有信仰 那么法利财人 不能跟到神时代步伐 他们有没有信仰 他们没有 他们的信仰会带他们去哪里 答案很明显 原来由节旗开始 圣殿开始 人类已经将神的圣殿 污蔑 为什么 因为用自己的标准去污蔑 神的哲棋 用自己的方法去污蔑 但是神所定出来的圣殿 和哲棋 可不可以给我们颠污 可不可以给我们改的呢 如果不可以给我们颠污 不给我们改 那他原意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原意就是从我们开始说神的节旗的时候 就是说 节旗就是神的时间表 神一直在说他的信仰 历代历世以来 都是要跟到那个时代的时间表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五节 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 招呼同伴说 我向你们吹笛 你和不跳舞 我向你们举安 你和不随空 感激苦神 上天风差你的声音 还赞紫心人多么古服 于天高海半身 迷茫人生 你是良朋友 在每天每刻靠近 愿我尚有你的身伴 甚愿你真人 渴望与你结伴过一生 求可得你足人 从来明神兵到五万针烧 吹着你愈快攻凑 要遇到几句又路多悔音 你是我依靠 想扶持联想 想同情得稳 是后人 试定我生人 想扶持炽 温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